众议员 那么也是在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 首席共和党的成员 也是众议院中国工作组的主席 麦克尔在国会山报 那么19日刊登的署名文章中 就提出了一个呼吁 他表示什么样呼吁 美国必须采取措施 对抗中共的宣传 并且必须是有效的对抗 那么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我们在前苏联的1980年的那个年代 苏联炮制了一个最重要的阴谋录 到今天这个余英都未了 什么阴谋录 他们就炮制说艾滋病毒 是美国刻意造成要杀死黑人 杀死非洲裔 要传播给全世界的 那么这个谣言在80年代 被兴起之后 可以说影响了世界上很多的地方 让很多人都怀疑 美国真的在策划和谋划着 一种秘密的武器来消灭其他的人类 而只让安格罗萨克逊人 未来成为美国或世界的统治者 而将要把其他的民族都要奴役 或者是用疾病的方式消灭其他的种族 而这种虚假的这种信息 不仅仅没有很快的被消灭 但是这个信息对美国的伤害非常大 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美国政府当时就出台和组织的一个组织 一会儿我们要介绍这个组织 那么他这位迈考尔议员就讲 那么过去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组织的 有效的打击和应对了苏联那个时期的造假 或者虚假的这种宣传 而如今中国共产党也在独裁的统治下 利用散布虚假信息来破坏自由世界的声誉 特别是美国的声誉 转移自己的腐败以及无能的这种被关注 那么来将自己的国民洗脑 并且在全世界四处在散播 那么很多观众们说我们也不相信 我们也是有理智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观众们这样一个情况 在第三世界比如说像在亚洲啊 什么非洲啊中东地区啊 那么很多人呢都会相信中共的这个宣传 就包括苏联的所谓80年代的 ISB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呢 到今天为止很多人还在流传着 这样的一些故事 所以呢他的这个威力还是很大的 谣言的威力啊 不一定会在胸间被真相所把他给彻底的推翻啊 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呢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件事 他就说呢这个现在啊 那么中共利用世界卫生组织 还有国际的组织散布各式各样的这种谎言和谎话 并且呢为自己的无能呢来作为掩护 中共呢还容许了这个很多的自己的外交人员 包括一些这个高级别的外交人员呢 也在四处就散布着各式各样的阴谋路和谣言 而现在呢美国呢却显示的是有很无力 但是中国呢也通过各式各样的一些社交媒体呢 在全球各地呢散布着给自己的国民 以及其他的这个使用者呢都散布着各式各样的信息 谣言虚假信息 来达到让自己达到对自己的目的而服务 那么美国再也不是可以沉默的时候了 他就说呢美国政府应该立即采取更多的措施呢 来对抗中共的宣传 说冷战期间美国成立的由国务院牵头的 积极措施工作组呢 不但跟踪当时苏联散布的这种虚假信息 而且呢非常有力的进行的回击和回应 美国呢也要协助需要现在协助美国新闻总署 向分闭的国家播送真实的信息 有效的瓦解 然后这个过去的苏联和应该更加有效的 现在必须要与中共的这种宣传争分相对 并且要采取很多的措施呢 来帮助那么完成这样一个积极措施工作组 为了杜绝啊 那么中国的这种阴谋或虚假信息的宣传 要做事而不是呢被动的接受 他就想呢说这些机构呢 在柏林墙倒塌后呢 都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都不负从在 可美国今天呢再度面临的是专制的统治 利用散布虚假信息来诋毁我们 美国的全球媒体总署呢 今天继续履行美国新闻总署的历史使命 去播送真实的信息 但积极措施工作组啊到今天为止都没有成立 我们现在要求就迅速的来成立这样的一个组治 那么这位参议员呢 这位众议员呢还在他的这篇文章当中说呢 我们应该很快会提出这样一个议案 为我们当今与中共进行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呢 来重振积极措施的工作组的精神和积极的授权 他最后强调说呢 美国应该汲取冷战的教训 必须让现代版本的积极措施工作组呢 获得再生并制定长期的战略 去驳斥与瓦解中国共产党的虚假信息运动 那么整个的这个信息呢 我们查阅了一下在英文啊 以及在国会山里边 还有国会所公开的一些信息当中呢 我们都看到了一些有关于这方面啊 这个积极措施工作组的一些历史 也看到了这位迈考尔议员呢 他所提出来的大致的一些方针 一些措施 那么其中措施呢 我们看到细节处呢 真是藏有魔鬼啊 细节处说什么呢 说应该要针对那么中国利用自己的一些软件 在全世界啊 那么四处散播信息的这些软件 那么所特指的呢 有包括了啊 那么像这个抖音啊 像我们看到的微信啊 像类似这些这个APP啊 那么都在其列之中啊 认为他们也是有散播了很多的这种虚假信息 这位众议员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 刚才我介绍的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听到啊 他有很重要的一个身份是中国问题小组的主席 而且是联合主席呢 还有我们知道的其他几位议员还有参议员的几位的都是联合这样的一个主席啊 中国中国小组的专题的一个主席 那么这位人士呢也对于中国的人权啊 那么也对于中国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宗教自由等等的组织呢 都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啊 也是长期的的对于中国的人权呢 也提出了很多的批评的一位议员 那么我们现在想邀请我们的37号网友啊 那么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特别措施小组啊 这样的一个机构啊 这个机构和这个组织呢 它的历史是怎样一个历史 它的使命是怎样一个使命 和现如今啊 那么它新的这个组织成立之后啊 那么会对中国或者中共的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和打击 有请我们的37号网友 37号网友 马先生 这个我就是稍微看了一下 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 我只是在节目前稍微看了一下 他大概的一个历史 就是他基本是属于 一个防御性的一个针对当时苏联在80年代初开始慢慢开始搞的 他们其实那个积极工作积极措施这个词是苏联人取的吧 然后那个叫什么美国人就是后来渐渐发现了这个情况 他们开头有可能还不清楚 但是后来渐渐发现了就是好像苏联在利用一些这些就是宣传的或者是造谣的手段 就比如说在83年吧 好像是就是说那个艾滋病那个是美国军队的搞的一个实验啊什么样的 就是类似这种事情 然后美国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就搞了一个这个积极措施工作组 Active measures working group 然后去应对这个 然后这个工作组最后在最后一篇报道是在92年 就当时他们解散的时候 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 其实苏联已经解体了嘛 然后他们其实到80年代末就已经慢慢的 因为苏联后来也承诺就是在解体之前也承诺 就是说放弃这种就是用虚假信息进行的舆论战 或者是政治战政治宣传战渐渐放弃这种手段 所以说这个工作组的重要性也就没有那么强 其实在80年代末已经出现了这个趋势 但基本上他们是就是反对造谣嘛 他们就是澄清一些事实 然后一直出一些公开的报道物 然后联合了美国好几个就是情报部门 所以说大致就是这个情况 我没有太多的了解 我只是想我可以说一下 就是说其实另外 其实这个事情不是现在才发生的 在16我看了另外一篇报道 在1617年 其实美国已经国会通过了一项预算 就是成立了在那个叫什么 他们的Department of State下面 成立了一个叫Global Engagement Center GEC 基本上是在处理类似的问题 因为当时出了那个俄罗斯 就是所谓的就是说影响了美国大选的那个问题 其实那个性质就很像一种是积极措施 而且这个积极措施 直接动到美国人头上来了 所以说当时就是美国国会 搞了一个Global Engagement Center 当然这个事情因为是针对俄罗斯的 而且这个事情背后还牵扯到 川普总统本人的一个 类似于像政治软肋一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我相信这个东西 虽然当时通过了之后 并没有得到很大的 很大的重视吧 直到现在 但是其实这个事情也不是现在提出来的 已经有几年了 他们也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 我看他们国务院网站上面的 这个机构的核心的任务是 我可以念一下 因为它很短 它核心的任务是去指导领导 整合 综合 然后协调 就是联邦政府的那种各方面的措施 然后去识别出理解 暴露 并且反制外国政府或者是非政府 那些舆论宣传或者是虚假信息的那些措施 就是他这就是他们那个GEC 所以说你听上去这个GEC的这个机构 他的任务其实跟那个积极措施工作组 也是很类似的 然后我最后谈一点 我看了一篇文章他就谈到了对于这个积极措施工作组的几点的 就是反思吧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积极工作组 积极措施工作组 他会不会违反言论自由 因为毕竟这要依靠美国政府来决定 什么是舆论宣传 什么是错误信息 而什么不是 什么是值得争议的信息 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出现言论自由的问题 尤其是这个工作组 如果在美国因为现在网络演络谈不上像以前所谓的说美国政府支持了一个就是美国之音 他只针对海外 就现在这个时代没有所谓只针对海外或者只针对国内的 就是说像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怎么去监督政府的一个行为 那么他上面这篇文章提到了 就是说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因为这个自由媒体 就是美国的国内的自由媒体 可以很好的就是去 怎么说呢 就是说控制美国政府在信息发布方面的这种绝对的权威性 就是说如果你政府发布的信息有问题的话 自由媒体也是会 美国本土的媒体也是会控制你 或者审查你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他的成功极大的依赖 那个总统个人所给予的正当性 那么他当时就提到了里根总统 就是对于他当时的那个积极工的积极措施工作组的成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那么我就说这两点来说 其实都被川普总统在某种意义上 给他破坏了也好 或者是伤害了也好 一方面就川普总统在美国国内 现在的这个face news 这个事情 Force news 这个事情就是 我认为是极大的伤害了美国本土的这种 新闻媒体的能够识别 或者是去审查 何为真相的能力 就是越来越缺少这种能力了 因为这种能力的一部分也来自民众对于媒体的信心 现在的话恐怕是越来越难 另外一点就是川普总统本身好像也不太符合 就是说至少他这个形象 不管怎么说 他不是那种特别符合一个传统的那种 好像特别 特别有道德制高点 或者是说道德形象的那种总统 所以说他本人也很难提供这种合法性 所以说在这点意义上 如果现在通过美国的军方和情报部门去搞一个积极措施工作组 到底最后效果如何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再看 好的 那么您觉得现在我们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些措施里边 那么我们看到在80年代的时候 他们就曾经封闭了俄塔设的包括来干扰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些英文宣传 那么他们在美国大地上大陆上也可以用通过短波的这种录音机呢 收音机呢也可以收到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些英语新闻 那么整个西欧国家呢包括美国呢都联合起来呢用干扰的方式来去进行严格的干扰 那么现在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未来在下一步呢 美国通过这个法案出台之后和这个预算出台之后呢 会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呢来控制中国的一些媒体 特别是一些我们知道现代的互联网的APP的这种 比如说像微信啊抖音啊类似这些 有没有可能会实现或者去实行 因为他们如果去实行的话 那么会不会触犯到美国其他方面的一些法律 那么除了有这种政治家有任何政治意愿之外 法律上是否也会容许或者他们能够做得到呢 因为这样的互生现在很多 这个我还我我这方面法律我还正不清楚 而且我就说嘛他们看他们怎么干吧 这个在美国做任何事情都会存在一个法律问题 就是这个而且法律问题相当的细节 其实都很难说 但是我只是想提一个问题啊 这个我倒不是有专门的意见 就是我想提一个问题是 我们都很清楚中共或者中国政府 对于中国国内的舆论宣传那是铺天盖地 那个洗脑就是洗的简直是 就是史无前例的那种级别 但是就是说在国外 在美国的话 中国政府它是怎么通过 它就是我认为这个事情我没有看得很清楚 我没有专门去了解 就是它通过怎样的渠道去对于海外 尤其是华人以外的群体进行洗脑或者是这种各种各样的 以错误信息为核心的一种宣传 有没有一些经典的案例啊或者怎么样 我还没有看得很清楚 因为我在我看来有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宣传 简直是让人觉得这个不可能引起别人的好感嘛 就肯定是就像那个赵立坚那种事情 就是会让人觉得就是你这个一定会失败 我都不需要有个积极措施 我就一个消极措施你都失败了 但是我就说他现在要成立的这个机构 那么应对的是怎样一个威胁 而这种威胁在尤其是海外 它是以怎样的形式体现出来的 它是怎样去操作的 我觉得我不是很了解 而这个了解这样一个东西 本身就是评价或者是开始 就是判断这个积极措施工作组 它到底是否有必要 或者是他应该怎么样去操作 这件事情的一个前提吧 谢谢37号网友啊 非常感谢您啊 那么我们看看我们其他的观察员们 是否要有自己的观点 或者自己的一些看法 OK Steven小Q Steven先生您好您请 您好马先生好 我觉得我这个观点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其实是不是我们的方向错了 其实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内政引发的一个挂了一个外交的外衣 也就是我们知道其实这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差不多有两三两三周了 有可能时间更长 就是白宫和比较大的媒体平台 比如说Facebook还有Twitter 他们在争斗 甚至有的地方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叫司法部吧 韩语叫司法部吧 也在好像是要准备起诉这些 就是说他们准备要修改法律 对这个像Facebook还有Twitter他们这些平台的一些当年有一个帮助他们的一个法律 好像他们要修改这个法律有可能是把他们帮助一个条款去掉 我觉得这两个事情是不是有关联 也就是说因为在这个科技已经进步的时代 你不可能说是通过电视信号或者说通过控制广播信号会影响媒体 那么你要通过新的技术传播途径 新的技术传播途径 很明显的就是要通过像比如说的社交媒体来影响 那么有没有可能说是外交通过外交的这个口径 我只不过是说我要去积极的影响 从而达到他们内政的就是说在要影响 其实是要管控社交媒体的言论空间 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去他们就在他们做一个价值评价 而是说其实这是他们想要就是说白宫这方面想要做的一个去管控社交媒体的这个宣传空间 而这个行动呢他们去找了一个外交的理由 会不会是这样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 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你说清楚了我也听明白了 那么您的意思就是说呢可能是因为国内的一些问题呢 这位共和党的议员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就从我所了解的现在的他的文章当中也好 还有他所针对的这个提案的方向也好呢 主要是针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宣传 他启动的模式呢是上了之际的冷战后期时期 我们所了解到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措施小组的那种启动模式和应对方式 那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 我要在这里还要给观众们现在要做一个小小的一个预告 什么样的预告呢 那么我记得Steven先生还有三千万网友呢 那天都与我们的韦伯先生在周四的时候呢 都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那么今天晚上呢是韦伯先生呢会继续啊 那么来讨论和 与观众们来互动来说什么话题呢 来说美国的种族问题 继续回到这样一个种族问题的这样一个大话题中 他希望他从通过社会学的一些研究 还有人的心理学的一些研究呢 来揭示出他对这些问题的一些看法 为什么一些一代的华人或者是和二代三代之间华人 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呢是本质的不同 那么也同时呢会说啊 那么很多人都说是不是中国人都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 都是这样一个轻微患者或者是冲突患者呢 他也会做一个他自己在研究这方面做出来的一些结论 希望观众朋友们晚上呢 踊跃积极的来看啊 在我们的明镜火快的今夜很震惊节目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继续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 依旧是美国的一些专家对于中国啊 那么这个标题呢是四面出击啊 是双管之下 在说这个新闻之前呢 还是要请我们在YouTube前台的观众朋友们呢 能够给我们点个赞和转发一下我们的节目啊 那么我们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